我们讲讲一些例子 我们将稿的时间 我们尝试拉远一点 40年代 当时时代背景是怎样 还在打仗 那年代饭都没得吃 那时的情况 这个文化背景 吃都没得吃 当然是希望粗生粗羊 不要死掉它 或者天生天养 所以男性来说 很多时候那些名字会比较粗一点 或者我们叫低层次一点 我们难听一点的讲 会叫做树根的 就这样叫树根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 舊史TVB拍的 就是说盟国那些 真的有些名字就叫树根 好像有一套 罗家良做的 他做主角的 跟周海味那一套 忘记了什么名字了 就叫树根了 就叫树根了 那女的会怎么样呢? 中国人始终 重男轻女 对于这个 这个男尊女卑 其实会有一个既定的概念在这里 当一个第一胎生了出来 或者甚至第一 第二第三胎都是女的 家长受不住了 有压力的 希望追个儿子嘛 那个名字叫什么? 招递 希望这个小女生了出来之后 下一个再生一个 希望的小女孩来的 所以他们会说 这样叫招递 他们有这些期望 有这些期望给这些小鸟仔 那么我们又再移前一点 将那个时间 去到五十年代了 那家长的期望 或者一些普遍 百姓的期望是什么来的呢? 看回时代背景 新中国就刚刚成立了 成立 之初当然还是很动荡 或者是社会也很均安 食可能也不能食 甚至还有些天灾 人祸等等 在这个情况 普遍的家长 或者普遍的百姓 希望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希望国家有富强的一日 有稳定的一日 慢慢向上的 整个国运会哼窗 所以他们会改名 其实你会留意一下 这些年纪出生的人 很多时候你会见到两个字 叫做国强的 哇 富城 国家富城 强大起来 他们会有这些概念 我们再移一移时间 到了六十年代了 经过了十几十年之后 社会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 嗯 一切 经济也好 或者治安也好 或者是 所有大家看到的前景也好 慢慢光明了 他们开始想自己了 不想得这么大了 想自己 就想家族 或者想钱方面的东西 整个家运 希望慢慢上去 所以你会见到 去到六十年代 甚至是七十年代 也好 七十年代的头也好 很多其实都会叫加强的 就是比较普遍的 这两个字 嗯 在当时的社会来说 改个名字叫加强 那么在之前我们有位香港的高官 也叫加强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那么到现在了 吃又有得吃了 社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了 这样 一切都比较腐足 或者是丰足的时候呢 现在人改名呢 其实这个期望呢 以我接触得比较多的 那些客人会比较多的 尤其是一些妈妈 他们是希望呢 他的滞洗或者女儿 改的名字呢 其实有个独特性在这里的 他们已经不要博强 不要加强了 他只是想改个名字出来 没有那么多人有 嗯 不要那么独特 就是不要那么普遍 不要叫出来就走街都认你那些 他们就有这些的想法了 因为这个是 随着这个时代背景呢 在变迁着 导致呢 家长也好 家族也好 或者整个社会的百姓也好 他们对子女的期望 其实是一直在变着的 嗯 自然就会造就着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期望出来了